這個是今天第二天 然後明天第三天 然後第一天第三天 以及第七天 都有送十個 這張卡 就是跟魔人菲娜有關係的 那其實 大家看卡的部分來講的話 左邊 是菲娜 右邊是魔人菲娜 你們不覺得這個卡片的美術圖畫得很棒嗎 好來這個就是 上週抽的魔人菲娜專用的幻名卡 然後我們 希望今天不要抽了一萬二保底 來囉 張卡是可以提供 暗屬性兵員的魔力提升 暗屬性的靈巧提升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會拿 魔人菲娜 利刃 還有Joke這三隻放在一起 因為他們靈巧其實都蠻高的 好不多說 我們今天來先十抽 四式水溫 他出現的機率是0.8% 所以加上近四色五弱的話 就算是1% 其他的機率是0.02% 好 你現在看到這邊有四金 四個金的 換兵 換兵卡 所以如果這邊只要有一個轉彩 我的機率就很大 那個機率是1% OK三個金的全部都沒有 剩最後一個金 如果沒轉彩我就水溝了 轉彩 來 來 第二次十連抽 對轉 對轉 漂亮 這邊換兵卡 二金 好 一個金沒了 如果這換兵卡沒有轉彩 我就要抽第三次了 好囉 四千夠囉 好囉 好囉 來了 變彩 開 開 兄弟們 四千 換兵石 到手了 開 另一個我 然後其實我有看一下劇情 就是 魔人菲娜的個性 與雷鷹 還有 最一開始看到的白菲娜 我覺得是完全不一樣 完全相伴 這一隻魔人菲娜的話 我覺得啦 就是他在真正上司 記憶之前的本尊 然後關於菲娜的故事啊 菲娜就是 我們剛剛另外看的嘛 就是上週這邊這一隻 這隻菲娜就是 就是跟魔人菲娜長線完全不一樣 有沒有 你們不覺得 超級鮮明的對比嗎 這個感覺就是很 純潔 然後很謙虛的外表 很年輕 可是魔人菲娜 他本身就是感覺會讓人家敬畏 有沒有 剛剛我們講的嘛 在卡片的封印上面 有土之水晶 土之水晶 其實就是在講說 菲娜一開始 他是被封印在土水晶裡面 然後在水晶之地的庇護下 然後人們 就是這裡面的人 裡面的居民 他們都是 很開心的過生活 那後來有一天 大陸 開始 有人想要破壞 這個和平 就是那個神秘的鎧甲人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啦 因為 我現在看的畫面就是這個菲娜 那 只是 那時候看故事的時候看到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就跟你們分享 然後那鎧甲人就破壞了神聖水晶 然後壓倒一些邪惡的力量面前 整個大陸 就開始 不安靜 不和平了 然後結果這時候怎麼辦 我的雷鷹大哥 跟我們上次看的 拉斯瑞爾 還有 菲娜 這三個人 他們就是展開他們的旅行 然後講完菲娜跟雷鷹的故事 我覺得魔倫菲娜也可以稍微講一下 魔倫菲娜 大家都知道 眾所皆知他就是菲娜的 一個轉換的變身 然後魔倫菲娜 他自己是很渴望 被賦予權力 就好像他有某種依賴他的使命 所以在魔倫菲娜來講 他是更加嚴肅 然後更加直接了當的 欸 其實後面的故事我都看完了 但如果真的要講的話 像雷鷹最後跟魔倫菲娜的故事啊 還有菲娜最後的問題啊 這個我覺得要講 我今天一個小時絕對講不完 兩個小時也講不完 因為要講的東西感覺要很多 欸 我就講 反正大概就是菲娜跟魔倫菲娜的故事啊 可能你們比較少人知道他們的故事 但是剛剛我講到雷鷹嘛 所以我在想說會不會是因為菲娜出現的關係 再加上魔倫菲娜是上一週的角色 然後這一週的幻兵卡 菲娜跟魔倫菲娜都有出現的情況下 所以雷鷹 又要有跟他有相關 所以官方這邊 又把雷鷹擺上來 所以這邊雷鷹有持可以抽 又有雷鷹的碎片可以召喚 好這個是雷鷹可以召喚吧 然後還有雷鷹的碎片 這是這一週更新的 我自己感覺啦 應該是菲娜跟魔倫菲娜的關係 所以再加上雷鷹 然後劇情部分 劇情剛剛有講到嘛 因為我們剛剛講那麼多故事 劇情就在這邊 第九章 第九章我昨天打到那個 紅門地址 你們可以看戰鬥衣的這一塊 這一塊其實 他的那個故事還蠻好看的 我很多都沒有練欸 我很多都沒有練欸 練上來 喔能力 開好了 欸我這樣子開好像等一下 傷害力好像沒那麼高欸 這批池系統對啊 喔對了講到這個 這批池系統就是可以把別人多餘的這批 灌到這支的這批 這批池就是這個 你可以選擇你要拿哪一支的這批 然後 比如說你要存放到這批池系統的話 那個我拿黑媽來講 黑媽然後按確定 這邊的話就可以 把他拉過來 有沒有 黑媽的JP就沒有 可是下面的JP池會變亮綠色的字 有沒有 這樣的話就可以讓你自己去把一些 JP去轉換運用 我比如說把黑媽扣三萬 下面就會增加 有沒有三分之一 所以就會變成多一萬 確定 所以JP池就會多了 然後如果你要存入的話 左上角按一下 比如說現在魔人飛拿好了 按數的時間 魔人飛拿 然後我要按確定 那時候我就可以補他JP 有沒有 然後就可以把 JP的共有池放到 各個別的屬性兵員上面 這就比較方便一點 因為以前你 藏過的那幾支 然後他JP太多 然後一出來了 你也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官方後來就有做這個系統 我覺得 很讚 好啦 那這就是今天我們 YTE幻影戰爭 本週八月十號更新的內容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在下方的影片 按讚訂閱加分享 好